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杀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四大宝华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谈成三宝 敬礼今天护魔的祖尊 不空间所观音 等隐金刚 师母 丹真家座图灯实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愛してる 愛してる シャラゲ オラミコ ケケロムチョ スコイン 一番 気持ちいい チュミ ヤピ プリンプリン コンニチュ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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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三夜二十日 下午三点 彼音 是阿弥陀佛的 父母法会 他的所印 就是 弥陀定音 弥陀定音 他的咒语 是 他跟佛一样 有三十二相 那么他本身 是显现的是 红色 红色 西方 西方 基督世界 的教主 在一般来讲 阿弥陀佛 是每一位 邪佛的人 见面 都是 合掌 念 阿弥陀佛 大部分都是念 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念 阿弥陀佛呢 因为他跟众生 最有 缘 他的缘 他跟众生的缘 是最大的 那他的佛国呢 也是最殊胜 他的佛国也是最殊胜 他度化的众生 是最多的 那这两年来 阿弥陀佛 师尊每天晚上 就是 坐这个 牵梢 法船的 超度 每一天晚上 他没有一天停止过 那也是 是以 姚子金母 跟阿弥陀佛 为主尊 姚子金母跟阿弥陀佛 是最主要的主尊 最主要的主尊 所接引的这个 幽民众 都是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所以他 阿弥陀佛 可以讲 跟众生是最有言的 而是 如是尊的本地 也就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是修这个 不空 结尊检索观音 结尊观音是 观音宴的七观音之一 那么他的这个力量 那么他的这个力量 非常的大 跟准提佛母 的法力一样的 准提佛母的法力 是观音宴的七尊观音之一 主要是在他的不空两个字 他为什么叫做等影金刚 也就是平等皆影 象征明 象征着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 他有这个四支锁 那么四支锁呢 四个锁边 有一个锁是念珠 持着念珠 念他的名呢 就能够得到接应 一支锁呢 就是持着莲花 它是主要是习栽 莲花是习栽用的 一支锁是拿着净瓶 凡是有业障的 都用净瓶的甘露水 给它消除 一支锁是持着坚锁 就是绑住所有的愿望 让愿望都能够达成 这一支锁呢 在我们这个 出布拉斯固里面 非常多的人 足起 这一支是最多的 主要是因为不空 也就是所求不空 平等接应 也是最慈悲的一尊观音 平等接应 是平等性质 不管你是好人 是坏人 它都是平等接应 这个不空两个字的意思 它是这样子讲的 它说不管是习栽 争议 敬爱 或者降福 都能够让你圆满 这个叫做不空 这个一年级的学生 被要求写一段 这个名为感恩节 我要感谢的事 小明的作文是这样子写 他说我很庆幸 我不是火鸡 这个笑话好像讲过 有一个朋友说要请客 弃满悬殊鸡 付钱的时候 我看他掏钱的动作 非常的慢 我就讲 不然我来付钱吧 他回答 那怎么好意思呢 于是我就把手 伸进他的口袋 这个店员对客人讲 先生 你今天的餐点 一共是350块 客人讲 好 那帮我分成两份来算 店员讲 那刚刚有人陪你用餐吗 客人回答 没有 店员问 那你为什么要分成 分开来算呢 客人回答 这样我成功感觉 比较不孤单 店员讲 这样好吧 那我就把你当成两个人用餐 客人讲 谢谢您 这时候店员再讲 这样我要跟你收 700元 我们这里是算人头 那现在进入 你问我答 这个布鲁内 莲花汉红 问的 莲花汉红 阿弥陀佛 敬爱的师尊 一 上回师尊回答 如何让父法永战 这道问题的时候 师佛有提到 每天要供养父法 尤其是父法的生日 玛丽之天菩萨和大力金刚 都是于真佛中 有契约的两大父法 于弟子在此请示师尊 可佛告知 大力金刚的诞辰 让众弟子等 也能够在大力金刚的吉祥诞辰 献上真诚的供养 这个问题 问得很细 真的大力金刚 在别的宗派比较少 在西藏来讲 有人在弘扬 也有人弘扬 马哈巴拉 马哈巴拉 有人在弘扬 但是从来没有讲过 这一尊他的这个诞辰的日子 从来没有人讲过 这一尊诞辰的日子 那他第二个问题好像也是这样子 若不知根本复法的诞辰 是否适宜其本地的诞辰同一日 提醒师尊开示 他又问第二个问题 如果不知道这个诞辰的日子 用本地的时候来祭拜这个大力金刚 本地 什么叫本地呢 他的根源 但是他有好多根源 大力金刚 他拿这个浮沉 是瑶瓷金母 那么他结的愤怒印 他结这个愤怒印 结这个愤怒印 就是象征着 他本身就是大力金刚 他原来是地藏王菩萨的大力士者 大力士者 原来是地藏王菩萨的大力士者 也就是地藏王菩萨 他的本地是地藏王菩萨 然后又是瑶瓷金母 另外他拿着棍 拿着棍 是莲花童子的 拿着棍 是象征莲花童子的 莲花童子的本地 又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尊大力金刚 就有很多的 跟瑶瓷金母 跟大力士者 跟大力士者 跟地藏王菩萨 跟莲花童子 跟阿弥陀佛 都是有关联 那请问 在哪一个诞辰同一日 可以供养大力金刚呢 请问 就能再来过去 了 再来过去 它是这样子讲的 在瑶池金母的诞辰那一天最好 在瑶池金母的诞辰那一天最好 因为大力金刚是很多尊的 活菩萨的合一的身 大力金刚 马哈巴拉 我记得 谁到过我们这里的时候 他是 我记得大宝法王 他是在白天 他说白天他修度母 晚上他修复法 这是修复法 晚上他就修复法 白天修度母 这是大宝法王跟我讲的 另外呢 有一个干丹赤疤 干丹赤疤来的时候 他说 那天晚上是 他是他的复法的生日 他要我们带他去买这个 带他去买肉跟酒 他要今天晚上他要修复法 是干丹赤疤 干丹赤疤 所以在供养复法的时候啊 时间选择也是在晚上 修复法的时间也是在晚上比较好 在晚上修复法比较好 时间上呢 干丹赤疤疤 这个黄教的 不过黄教的复法 一般是大威德 黄教他主要是大威德 那么沙迦教的主要复法是西金刚 西金刚 白教的主要复法是圣热金刚 圣热金刚 是最主要的复法 圣热 圣热白教 另外 红教的主要复法是 大方法王金刚 大方法王金刚 我们生活中呢 有四个教派的传承 那你们修哪一个复法 你就是 还有正佛中的特别两个复法 一个是 玛丽之天 一个就是大力金刚 特别的 这是特约 有签约的复法 它复制正佛中的地 因为大力金刚是很多的这个 本尊的综合 所以我们用这个本尊的诞辰 来击败他 这关于这个同协会的事情 有一群台南一中 毕业的同学 从四十岁时就决定 未来十年就要聚会一次 每十年要聚会 到现在还有 我毕业的这个同协会到现在还是有 他常常有机会 不要等十年了 等十年了 等十年吧 好久 四十岁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聚餐 选择了阿霞饭店 原因是服务生小姐非常的好 而且也穿得非常少 四十岁的时候 十年以后 五十岁 还是选择阿霞饭店 原因是因为他菜单的字 比较大一点 看得清楚 又过了十年 就是六十岁了 他们还是选阿霞饭店 这回是阿霞饭店了 他有养生餐 有养生餐 再过十年七十岁了 他们还是选阿霞饭店 因为这次是因为啊 这家餐馆有提供轮椅 好了 十年又过去了 八十岁呢 那所有的同学呢 那所有的同学呢 无意义的通过要去阿霞饭店 理由是 因为从来没有去过 可见呢 老年失智 失去这个失智 是非常可怕的 精彩的是 同学来了三桌 结账的时候啊 却要付六桌 因为多出三桌啦 是非庸做的 真好像吗 这是化妆舞会 朋友 这个小明的儿子是幼稚圆班上的唯一男生 幼稚圆 放鞋回家讲 儿子讲 爸爸 学校下个礼拜 要化妆舞会 老师叫我叛眼王子 小明讲 班上就你一个男生 当然是你也王子了 那么谁当公主呢 儿子讲 每个女生都想当公主 还为了这个事情吵架 所以老师还没有决定谁当公主 小明回答 儿子啊 为了班上女生都能够当公主 你就跟老师说 你不要演王子 你要演国王 演国王 因为王子只有一个公主 只有一个公主嘛 国王 却有一大群的这个兵徽 他谈到幼稚圆 我就是想起我那幼稚圆的女朋友 他叫林燕玉 林 双木林 燕子的燕 这个金玉的玉 有啊 有 林燕玉 我都记住他的名字 幼稚圆的我记得住 现在的记不住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失智啊 失智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年纪越大的人喔 最近发生的他都记不住 那小时候的事情 偏偏都记得住 有一家豪华的按摩宴 一张大大的告示写着 我们这里有两种按摩 健康按摩是你出人 他出力 每个小时三百块 这很便宜耶 三百块 台币吗 嗯 在美国都要一百块美金耶 至少 健康按摩室 每小时三百块 你出人他出力 快乐按摩室 快乐按摩室 他出人你出力 你出力 每次要三千块 好像不怎么好像 这也太防了不要 这一件比较防 这个笑话比较防一点 傍晚跟老爸散步 经过红灯区 碰到以前 那个经过红灯区 结果红灯区前面有几个小姐 这个小姐就 嗨 帅哥 你好久没来了 想不到小姐的记性这么好 光顾了一次就把我记住了 这个老爸讲说 以后我们不要来这里散步 然后 老爸塞给他两千块 塞给那个 那个小明 两千块 然后对他讲 儿子啊 刚才的事千万别告诉你嘛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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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 一个基尼宴的他破产了 他派卖他里面的东西 小民就买了基尼宴的一只鹦鹉 回到他自己的家 掉在他的家里 然后这时候这个老爸出来了 他说 哎 这个嫖客没有变 哎 嫖客 嫖客没有变呢 然后呢 这个 再来是什么 忘掉了 对了 应该颠倒奖 这个小民拿了这个鹦鹉回去挂在家里的时候 先这个妈妈出来了 这鹦鹉就讲 哎呀 这 那个叫做老板娘吧 就是 妈妈嗓 妈妈嗓 妈妈嗓变了 妈妈嗓变了 然后这个小民的姐姐出来了 那鹦鹉就讲说 哎 小姐也变了 小姐也变了 到最后这个巴巴出来了 哎 就只有嫖客没有变 这好像跟那个笑话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想讲 好 我们今天讲 离色离象分第二识 离色离象分第二识 这个也很短 我把它念完 西伯提 一意迎合 佛可以祭足色身见布 西伯提回答 布也 师尊 如来不应以祭足色身见 何以故 如来说祭足色身 既非祭足色身 是名 祭足色身 西伯提 一意迎合 如来可以祭足诸相见布 布也 师尊 如来不应以祭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 祭相祭足 祭非祭足 是名 祭相祭足 我把这个整段讲完 离色离象分第二识 也就是说 如来佛 你讲佛 不能够讲祂的色 也不能够讲祂的相 你要看到如来 不是看到祂的相 也不是看到祂的色 这里的色啊 其实就是变化 就是变化 相呢 相呢 我们知道 如来有三十二相 佛本身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八十随行好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但是呢 金刚经里面讲 虽然如来是有这样子的相的 有祭足所有的相 但是不可以以相来见如来 也不可以以色来见如来 那什么色 这里讲的色是什么色啊 不是我们好色的色 不是我们好色的色 而是讲祂的变化 如来的变化 像这个孙悟空 有七十二变 我举一个例子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他跟那个四川成都 这个都江宴的二郎神 二郎神 是不是二郎神在四川成都 二郎神庙 那是玉皇大帝的侄子 叫羊什么 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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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神 二郎神有七十三变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我记得好像我看过了 孙悟空啊 二郎神在追他的时候 他孙悟空就变了一个庙 变出一个庙 变出一只一座雷上石 那雷上石旁边呢 有一根旗杆 因为他尾巴变不了 就是那个旗杆 二郎神一看 诶 孙悟空跑哪里去了 他看到旗杆 这一定是他的尾巴 孙悟空再怎么变 他的这个尾巴还是会露出来 二郎神他认得的 这是孙悟空变的 所以孙悟空跟二郎神本身来讲 在斗法当中 因为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二郎神有七十三变 所以那个孙悟空老是落败 孙悟空老是落败 孙悟空老是落败 你就说 哦 那那个是谁 在空中飞 认为他就是 就是佛 在空中飞的就是佛 不可以这样子认的 空中飞的 还有鸟啊 难道鸟是佛吗 这个就是射 难道飞机是佛吗 都不是的 你不能看他这个 我前几天才在空中飞 在空中盘旋 在空中这样子 转来转去这样子盘旋 我能够飞行 能够在飞到哪里 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 那你不能认为说 你能够在空中飞 你就是佛啊 不是 所以说不能以射身见 或者你能够隐身 你能够变化 像孙悟空一样 孙悟空能够变成一座庙 有一根旗杆 你就说哇 孙悟空很厉害 他一定是佛 这是变化 讲的是色 就是讲的是变化 那么所谓相 如来当然有很多的相貌啊 像这个双耳 双耳垂肩啊 大家都会的 这样一起来就垂肩 双耳垂肩 就垂肩啊 那个眼睛啊 他们都是咪咪眼 佛的眼睛都是咪咪眼 所以咪咪眼很像射眼 射咪咪的 我们不是讲射咪咪的吗 咪咪眼其实不是射眼 那金刚就是 那金刚就是怒目 金刚就是睁大眼睛的 你不能说 哦 睁大眼睛的就是 就是金刚神 不能这样子讲 你不能讲 咪咪眼就是射眼 佛的眼睛是这样 射眉善目 很射祥的眉毛 那很和善的眼睛 那佛本身不会那个 他相貌非常的严满 相貌很严满 很庄严相 顶有若疾 顶有若疾 啊这个 每尊佛 他的 他的这个身相 非常的严满 身啊 还有一个 手背过期 他的手背伸出来 超过乞丐 你的乞丐 佛的相 三十二相 手背过期 谁的手背能够过期的 过乞丐 有没有人 手背能够过期的 有没有人 你坐着 但能够过期的 站着 站着 手背过期的 我们这里有没有人 手背过期的 手背过期的 手很长 能够伸到期的 期的底下的 有没有 不得了 啊 比翔啊 所以 你看那个佛的三十二相 不得了 而且那个舌头伸出来 他的舌头伸出来 可以把整个脸盖住 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有 这个佛身广长舌相 很长又很广 然后把整个脸覆住 盖住 就是在讲诚实的话 讲非常真实的话 佛身广长舌相 就是舌头伸出来 一大片 然后呢 很长 而且又可以把自己的脸盖住 那也是三十二相之一 有三十二相 佛有三十二相 你不要看到三十二相 看到这个身相严满的人 都说他是佛 不可以三十二相见 因为转轮圣王 也是长的这个样子 将来这个金刚经也会提到 转轮圣王也是三十二相 转轮圣王也是三十二相 所以他这边讲离色离相分 主要是讲 你必须要离开种种的变化 种种的变化了 不一定是佛 你要离开相 种种种的形象 也都不是佛 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好 也不是佛 你知道那个提拔达多吗 提拔达多啊 跟释迦摩尼佛的相 非常接近 佛有三十二相 提拔达多有三十相 跟释迦摩尼佛非常接近 所以他的相貌 提拔达多的相貌 非常的庄严 但是在僧团里面 他就讲说 释迦摩尼佛已经老了 应该他当生团的领袖 只要把释迦摩尼佛逼宫 我们那时候就讲 现在的话就是要逼宫 把释迦摩尼佛逼出去 你退休 现在呢 我来当生团的领袖 提拔达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那生团那么大 那释迦摩尼佛老而不死 老而不死 那么老了 年纪那么大 那么老了 身体又不好了 那他也不走 也不退休 那一直站着那个位置 提拔达多是他忍不住了 就逼宫 要把他逼走 把释迦摩尼佛逼走 他自己要当生团的领袖 那提拔达多有三十项 就少了两项而已 所以 所不能够用相貌来说 那个就是佛 也不能用变化来说那个是佛 变化 那个就很厉害了 冰陀陀卢就很厉害了 那冰陀卢啊 这个所有的众生啊 说这个这些阿罗汉都有神通 这个众生呢 他就是爬上树 在很高的地方 在很高的地方 调来一个包袱 然后说 就跟阿罗汉讲 你们谁有能力 上去啊 把那个包袱拿下来 那个包袱就是那个人的 那其中冰陀卢就显化神通 就轻轻的一跳 就用飞的像鸟一样飞到 这个树的最高顶的地方 把那个包袱拿下来 就因为冰陀卢显现了这个神通 释迦摩尼佛就 喝彻他 那个叫赤吧 喝赤他 将年你就留在这沙坡世界 当注释的阿罗汉 就冰陀卢就是这样子 变成注释的阿罗汉 所以 这个 很多佛菩萨都有神通的 其实啊 像这个金刚灵在这里 拿起来很轻松 这个拿很轻松 这个按住这个金刚灵 加上一点力量 这个在拿就不一样了 他已经吸住桌子了 可以移来移去 但是他事实上他已经吸住桌子了 他已经吸住桌子了 真的吸得很紧耶 你用大力当然可以拿起来 你用大力当然可以拿起来 但是你轻轻的拿 拿不起来 就只这样子啊 这是 魔术 真的 我只是轻轻一按 用上一点力量而已 他就 他就 里面有一个吸力就把它吸住 就把它吸住 以后呢 那 个人表演的时候 我曾经在一个餐桌上表演过 这个事情 好像是在台中的那一家 桥园嘛 台中的桥园饭店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把碗拿起来 那时候菜还没有上来 我把碗拿起来盖住 我就压来一下 我请他们来拿这个碗 他们都讲 这个碗怎么有吸力 就吸在桌面上 平时不是的 平时你拿起来 碗放着 一拿 就拿起来 一拿 那就拿起来 我一按过 加上一点灵力 他们在那边拿 就是 那个碗就是吸来一下 确实是有 一个吸盘 吸力把它吸住了 所以你随便拿一个碟子给我 我只要把这个碟子加持过 它就变成碟线 你们来用这个碟子 它就会跑 就会跑 就变成碟线 所以这个是 这不是魔术 这本来就是灵 本来就是气 所以你不要因为 我能够这样子 你们就认为我是佛 这是变化 这是离色 离色 你不要认为说 哪一个人长得很庄严 他像貌像佛 你就认为他是佛 要离相 就叫离相 这个经文的意思是 离色离相分 第二十 西伯提 西伯提 宜云和佛可以祭足射向见布 布亚师尊 如来不应以祭足射身见 这个何以故 如来说 祭足射身 祭会祭足射身 世民祭足射身 是有变化没有错 是有祭足射身 佛当然有神通 但是有神通的不一定是佛 这样子跟大家讲就知道了 不一定是佛 这个 这里面可以解释 如来说 既如射身 既非既射身 不是用变化的 如来不是用变化的 但是他也如来也能够变化 世民既射身 如来也能够变化 但是会变化的 不一定就是佛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讲 我跟大家解释了 这个意思 跟别人讲的可能是不太一样 佛有神通 但有神通的不一定是佛 鬼有小力 神有大力 大力的就叫神 小力的就叫鬼 鬼也有力量啊 鬼怎么没有力量呢 有啊 他也会变化 我见过的鬼很多啊 还有师母见的鬼也很多 他们都会变化 他们也会变那最好看的给你看 要变丑的也可以给你看 变那个变那个七孔流邪的 披头散法七孔流邪 他可以变给你看啊 吓得你赶快跑 等一下一回头 哇 千交百妹的一个小姐 他又变成千交百妹的一个小姐 给你看 一下子他是千交百妹的小姐 一下子是披头散法七孔流血 舌头伸得很长 不能因为他能够变化 就认为他就是佛 这是黎色 不能因为他的相貌很庄严 他就是佛 魔也可以变化的非常 非常庄严 他也能够记足 像提伯达多也能够记足三十相 你看不出来 所以这里讲 西伯提一云银河 如来可以生祭足诸相见不 不雅师尊 如来不应以祭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祭足 既非祭足 是名诸相祭足 如来是祭足三十二相没有错 但祭足三十二相的不一定就是如来 所以不能以相见 不能以色见 就离相 离色离相分 第二十我讲的 我讲的 那 他出现三十二相 你也不能认为 这个就是如来 要怎么见 那我们密教里面讲的 就是你把你的佛性显现了 你自己已经显现你自己的佛性了 那 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就是佛了 你佛性 你见 我们讲明心见性 你看见了真正的佛性 那个才是真正真实见 如果见不到你真实的佛性 所有的色相都不是的 只有你自己显发了你自己的光明佛性 那个才叫见 那要看到佛性 要把你的业障清除掉 把你的身口异业清除掉 就是密教在修法当中 清除你自己的身口异业 变成身清净 可清净 意念清净 到完全清净的时候 你认识了空性 你进入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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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才能够叫做见性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吗 你进入空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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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